被渣男贱女害死后,我重生了上一世,楼上住户半夜老婆摔伤,在业主群里求帮助。 闺蜜圣母心泛滥,答应带她们去医院,却让我当司机。 结果车子抛锚坏在半路,人没救回来,死了。 那家人把女人的死归咎到我身上,将我绑走。 日日折磨,最后将我残忍分尸。 闺蜜知道我失踪,却不报警。 可等我死后,闺蜜倒在我男友的怀里假哭,他们怎么能这么残忍,当初邻家就不该好心,带他们去医院,我该阻止的。 男友安慰她,不怪你的,该怪她自己烂好心,我们以后替她好好过日子。 我这才知道,自己早被戴了绿帽子。 睁眼重生回到救人这晚,我对闺蜜说,他们太可怜了,你赶紧送他们去医院吧,让我男朋友开车带你们去。 01,我老婆摔到头了,很严重。 谁家有车,能不能帮我把老婆送去医院啊? 当我看到业主群再次蹦出这条熟悉的信息时,我终于确定,自己重生了。 上一世,也是这个时候,我都准备睡了。 楼上业主902突然在业主群里发了这么条信息。 此时快晚上12点,也不知道是太晚,还是大家都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,群里并没人回答902。 我并不是不想帮。 902那家我在电梯里碰到过很多次。 她家的老太太极其刻薄,还很坏。 早上上班高峰期,她总喜欢每层动案亭,故意拖延别人的时间。 她儿子是长相丑陋的猥琐男,经常直勾勾地盯着漂亮女孩子看。 我对他们一家的感官非常差,并不想跟他们家人有任何的牵扯。 加上,我觉得小区门口并不缺出租车,再不计可以直接打120。 这哪样都比让我们送墙。 所以我没吱声。 结果闺蜜,趁着我去卫生间,直接拿我的手机,答应送人去医院。 她说,他们看着好可怜啊,加加,我们得帮帮他们。 反正就是开个车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结果答应的人是她,见外面下雨她却不想动了。 加加,外面雨太大了,我身体不好,临到就会感冒。 但你撞得跟牛一样,肯定没事的,你赶紧送人去医院吧。 我也不想送,可是902已经下楼来敲门了。 拒绝不了,我只能不甘地去送了。 结果雨越下越大,车子还在半路抛锚了。 无奈之下,我只能让他们去拦出租车。 当时那老太太极其不乐意,嘴里骂骂咧咧。 我折腾一个晚上,把自己搞生病了不说,还没落下一句好。 隔天我才知道,902业主赵大纲的老婆妹就回来,送到医院的时候,人就已经死了。 我除了惋惜之外,并不觉得亏欠他们家什么。 可赵大纲和他妈却觉得是我害死了他。 他们蛮横地要求赔偿,我肯定不同意。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丧心病狂的母子俩,直接半夜撬锁,摸进我房间,将我绑了回去。 我被折磨凌辱半个月,最后被他们分尸堕碎,冲进了下水道。 而这期间,闺蜜跟男友发现我不见了,没有报警,反而拿着我的钱一起出门旅游去了。 等我的尸体被发现,闺蜜假嘻嘻地在那边哭,他们怎么能这么残忍,当初林家就不该好心,在他们去医院,我该阻止的。 男友安慰他,不怪你的,该怪他自己烂好心。 他们伤心了两天,就开开心心在一起了。 我这才知道,这对渣男贱女,早就背着我勾搭上了。 02手机震动了下,赵大纲又发了句,行行好吧,我老婆流了好多血,要死了,林山听到信息的声音凑了过来,立即生出圣母心,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 这一时,我懒得废话,直接给赵大纲发了信息,说要送他们去。 林山还有些愣,你要送啊? 我说,当然得送啊,你没看到人家发的,这都危急生命了。 这要不送,真出点什么事情的话,你的良心能安啊? 他的良心安不安我不知道,但是我知道,他圣母的壳带久了,轻易是脱不下来的,他必须得答应。 这时,窗外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,原本的小雨变成了大雨。 林山皱着眉,眼底满是抗拒,我知道他是想拒绝出门,可是我的动作比他更快,哎呀,我捂着肚子一副难受的样子。 林山投来疑惑的目光,你干嘛? 我肚子疼,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冰得喝太多了,不行,我得去蹲蹲。 我说完不等他反应,赶紧往卫生间跑。 我刚叫门锁上,客厅那边就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,我知道是赵大刚来了。 林山立马来拍我们,家家,你快出来,902的下来了。 不行啊,珊珊,我肚子好疼,看样子得蹲一会了,没法送902去医院了。 你反正没事,你赶紧送他们去医院啊。 啊,可是我许久没开车了,车记不行啊,还是你送他们去吧。 真不行,我拉肚子,走不了。 这样,你去找周盛,让他开车送你们去。 男友跟我住一个小区,只是不同洞而已。 他们现在还处于偷偷摸摸互有好感阶段,巴不得能时时看到对方。 现在,我给了他们一个正大光明的机会,他又怎么会拒绝? 果然,林山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,那行,就人要紧,我去找周盛。 没过多久,周盛就来接902一家三口和林山去医院了。 我站在窗台上,冷冷地看着那辆熟悉的车子驶出小区门口。 这次换你们惨死了,林山跟上一试一样,车子坏在了半路。 赵大纲的老婆死了,可林山到早上才回来。 回来时,他嘴巴是肿的,就连衣服扣子都少了一颗。 两个人偷摸着去干了什么可想而知。 可笑的是,他们还骗我说,他们晚回来是为了修车。 不管是修车还是修人,我都不在乎。 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,赵家母子俩要怎么修理他们。 上一试,隔天赵大纲就找上门了。 所以,这次为了不让他们错过,我故意将他们两人都留了下来。 这两人大概很是享受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情的乐趣,欣然答应。 果然才刚到中午,赵大纲就来敲门了。 他敲得非常大声,那门颤抖得厉害,仿佛下一秒就会倒下一班。 谁呀,这么用力敲门。 周胜嘟囔着去开了门。 结果门一开,赵大纲的拳头就对着他的脸砸了过来。 我老婆就是你害死的,狗咋种,你陪我老婆。 周胜没有防备,直接被打到地上。 临山心疼坏了,赶紧跑过去安慰人,你这人怎么回事啊,我们什么时候害死你老婆了呀。 你还打人?周胜,你没事吧? 赵大纲他妈刘春勤,直接推开赵大纲,指着临山就骂,要不是你这小奸货非要拿破车在我们,那车子就不会半路坏掉,我儿媳妇也不会被淋到雨。 没有淋到雨,她也不会死。 就是你们害死的,今天不拿十万过来,我跟你没完。 看着这对如恶魔般的母子,前世惨痛的画面又一次出现在我脑海里。 我死死咬着自己的唇,克制着颤抖的手,才没上前去跟他们同归于尽。 赵大纲母子大概就是天生的坏种。 赵大纲老婆其实是被赵大纲活活按头撞墙砸死的。 我之前一直觉得赵大纲的长相很畸形,是我死后,灵魂飘去了警局,从警察口中得知赵大纲是超熊体。 这种人一般长得高大威猛,面部不对称,情绪波动大,易怒,性格暴躁。 本来就有病,加上赵大妈不良的教育,妥妥的一个定时炸弹。 他老婆其实送医过程中就已经死了,可他们不认为是自己的错,或者说他们就是想找冤大头,替死鬼。 母子俩气势汹汹。 周胜倒是想在临山面前逞英雄,可是他根本就不是赵大纲的对手,当场就被狠揍了一顿。 还是警察来了,才救了他一命。 大概有警察在,周胜顿时嚣张,要钱没有,要命倒是有一条,有本事你拿刀捅我呀。 我看着此时嚣张的周胜,心底冷笑。 愚蠢的东西,离死不远了。 临四赵大纲坚持称,周胜他们害死了他老婆,要赔偿。 警察很快将事情调查清楚,发现跟周胜他们没有关系,将赵大纲母子教训了一顿。 周胜挨了好几拳,脸都肿了。 他本意是想告赵大纲商人,可临山的圣母病犯了,他对周胜说,他刚死了亲人,冲动是难免的。 算了,我们就不要跟他计较了。 刚死老婆又要坐牢的话,他就太可怜了。 而且,家里只剩大妈一人,没人照顾他,我也会担心的。 珊珊,你就是太善良了。 周胜被临山的话感动到,还真的不再追究。 两人背着我,偷偷眉目传情,却不知,放过赵大纲,他们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上一世,赵大纲来找我算账,我并不想跟他发生冲突,而是试图讲道理,证明事情跟我没关系。 赵大纲情绪暴躁,丝毫听不进去,还说我侮辱他,让我拿钱赔他。 他疯狂打砸我家,我报警后,他被抓进去,关了好几天,还赔了我好几千块钱。 赵大纲因此恨死了我,扬言迟早弄死我,所以出来没多久,便将我绑去折磨。 如果临山跟周胜仅仅只是见死不救,我也没资格要他们死。 直到后来,我被赵大纲囚禁,从赵大纲的辱骂中得知。 他会抓我,不是因为他老婆的死,也不是因为他赔我的那几千块钱。 最令他气愤的原因是,我故意将羞辱他的信封塞入他架。 说他段子绝孙,是孬肿,乌龟王八蛋。 信上全是刺激他的内容。 可我并没有做过这事。 而我被囚禁后,赵大纲收到的信更多了。 信上全是嘲讽的语气,质问赵大纲是不是不行,不然为什么连个女人都收拾不了。 还提供了很多折磨人的法子,和一些用我的脸合成的艳照。 赵大纲每每被刺激到后,就会按照上面的内容凌虐我,将我折磨到浑身上下,没有一块好肉。 而赵大纲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,有人帮我报了失踪,警察很快就会查到他了,让赵大纲赶紧处理了我。 于是我被碎尸万段,被毁尸灭迹。 死后,我的灵魂并未立即消散。 我跟踪了周盛和林珊两人好长一段时间,终于明白,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设的局,是他们跟赵大纲一起害死了我。 而这两人的目的是我银行卡里那几十万存款。 我跟林珊都是从福利院出来的,我若死了,在没有亲人的情况下,这笔钱大概率会被周盛拿走。 这对狗男女,真是好算计。 这次,我绝对不会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 为给他们制造矛盾,我特意选了个时间,做了一桌的菜,叫来了周盛跟林珊。 之前我们三个人也经常一起吃饭,他们并未疑心。 吃到一半,我故意说领导有事要找我,我得回公司一趟。 他们巴不得我离开,好有机会独处。 我下楼后,立马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看监控。 果然,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已经抱在了一起,不过他们今天不抱在一起也难。 那桌菜都是韭菜,牛鞭之类的大补菜。 甚至为了万无一失,我还特意给周盛的饮料里添了点佐料。 他们俩干柴烈火不烧起来才有鬼。 等两人脱完衣服彻底滚在一起后,我便给赵大刚发信息,告诉他,我们这边觉得愧疚,要给他些补偿。 我知道赵大刚并没工作,整天就躺家里当闲鱼。 他看到我的信息,一定会下来找我。 果然,不到五分钟,赵大刚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 我走时并未锁门。 他本就不是礼貌的人,叫门一推,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 只是当他听到客厅里的声音后,立即停了下来。 然后,躲在转角的位置,死死地盯着客厅里沙发上的两人。 上一世我就知道,赵大刚这人好色。 临山长得不错,再加上还是这么刺激的一幕,赵大刚怎么不心动。 隔着屏幕,我都能感受到赵大刚的那双仿佛野兽的眼睛,满眼欲望,恨不得马上将临山撕碎。 这下子,临山彻底被赵大刚盯上了。 零五这之后,但凡临山出现在小区里,都有赵大刚偷窥的身影。 为了让赵大刚随时都能看到临山,我还特别邀请他来我家住。 我说,楼上那家虽然不是被我害死的,但人毕竟没了。 我这想想,心里还是觉得毛毛的,实在不敢一个人住。 好,珊珊,你就过来陪我一段时间吧。 临山正享受着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跟周盛偷情的感觉,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 很快,临山住进我的房子。 我骗他说,最近工作比较多,需要加班。 于是,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跟周盛起密。 渐渐地,他们不再满足只在周盛家里偷情,而是在小区的各处寻找刺激。 天黑后无人的角落,临山抱着周盛,眼底透着得意,你说,要是让佳佳知道,你背着他跟我在一起了,他得多生气啊。 生气就生气呗,我正好跟他分手。 你真舍得分啊。 周盛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,当然,我早就厌烦他了。 要不是你怕他知道我们的关系后会难过,我早就跟他摊牌了。 佳佳可是我最好的闺蜜,你可不能伤害他,不然我要跟你生气的。 知道了,你呀,就是心太软,太善良了。 接着,两人又开始哼哼唧唧个没完。 躲在暗处,听着他们无耻对话的我,差得没吐了。 不过,看到躲在另一边,正一脸亢奋的赵大刚,我想,自己这段时间的隐忍,还是值得的。 赵大刚应该快出手了。 06等到第二天,我从公司回来的时候,同一栋的胡大妈拉住了我。 她问我林山的情况。 我瞧着你那朋友长得还不赖,怎么样,他有没有男朋友? 家住哪里? 父母是干什么的? 刚开始我以为胡大妈只是单纯想做媒,所以才来问林山的情况。 可我一转头,意外地瞧见赵大刚他妈坐在不远处的石凳上,正竖着耳朵听我们的对话。 我突然就想到了昨天晚上的赵大刚。 所以,这是想通过他妈来了解情况。 于是我立即问道,胡大妈,怎么着,你这是想跟我闺蜜找对象啊? 是啊,我这手上有好几个优质男生,正愁没有对象呢,你快跟我说说你这个闺蜜的情况。 我闺蜜她单身,人挺好的,工作也不错。 她呀,是个孤儿,从小福利院长大的。 她没有亲人,就我一个要好的闺蜜。 我平时还跟她开玩笑,要是哪一天,她失踪了,或者被人抓走了,我要是不去找,她是根本就没人会去救她。 我虽然跟大妈在聊天,但是视线一直在刘春勤身上。 从这儿得了情报的老太太,立刻就跟刘春勤汇报去了。 我想,火候差不多了,于是晚饭吃过之后,我特意拉着临山在院子里散步。 赵大刚最近对临山很是在意,更是时刻都在注意着她的动向。 我们去小区散步,赵大刚肯定会找过来。 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,没过多久,她就出现了。 她原本只是在不远处瞧着,我故意拉着临山走到她的跟前, 然后装着不小心,扭到脚,然后重重一推, 将临山往赵大刚她那边推去。 如我预料的那样,临山跌进赵大刚的怀里,两人直接搂在了一起。 我看赵大刚眼神立马变了,那双眼睛好几次往临山的胸口瞧。 我自觉地退到了一边,无声地勾起了嘴角。 零七隔天,我下班回来的时候,正好听到胡大妈跟别人聊天, 说是刘春勤发愁儿子的婚姻大事都愁出病来了, 并让其他人有合适的对象,就给他们家介绍介绍。 一旁的大妈们一听纷纷吐槽,她这儿媳妇才刚去多久,她这也太着急了。 是啊,就她那儿子,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,谁家好女儿要嫁给她这个二婚头。 我听着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,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 我赶紧回家,然后拉着临山道, 姗姗,楼上的老太太伤心过度,都生病了,我们上楼去看看她吧。 临山一听,明显有些抗拒,这不好吧,他们未必想见到我们。 我叹了口气,姗姗,虽然她儿媳妇不是你跟周盛害死的, 但那天如果不是你非要去送人家,没准人家儿媳妇就能活下来。 这么一看,这人算不算你们间接害死的? 你都把人家儿媳妇害死了,你难道连个基本的安慰都没有? 姗姗,你可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,你不至于这么冷漠的吧? 我这高帽子一戴下来,她哪里还好意思说不去? 随后,我们提着水果上楼了。 赵大刚开门看到我们的时候,着实是吃惊。 之后,她那双滴溜溜的眼睛一直围着临山转。 看到刘春勤的时候,不等她开口,我立即惭愧地道, 刘大妈,听说您生病了,我们姗姗十分担心,便拉着我上来看看您,您没事吧? 刘春勤看了眼灵山,眼里满是算计,马上就捂着眼睛开始哭。 我就是担心我家大刚,多好一小伙子,突然就变成二婚头,你说她以后还怎么找对象啊? 她这一直找不到对象,我都死不瞑目啊。 她假嘻嘻地哭着,然后抬头看向我,闺女,你有对象不? 要不要考虑下我家大刚? 赵大哥是挺好的,可惜我有男朋友了。 倒是姗姗,我转头看向临山。 刘春勤赶紧到,所以,这位小姑娘还没有对象, 你要不要考虑下我家大刚? 临山立即变脸,我才不要。 刘春勤突然捂着胸口,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, 我的儿啊,你以后可怎么办啊? 老婆无缘无故被害死了,没人看得上你了, 你以后都要打光棍了,你让我怎么下去见你爸呀? 刘春勤明显指责的话,让临山一张脸黑得更彻底。 在他要跑之前,我赶紧拉住他,小声地对他道, 姗姗,你看这刘春勤这么伤心,你要不就答应了他吧? 开什么玩笑,临山声音都尖锐了。 当然是假的,敷衍一下他,让他不要那么伤心啊。 怎么说,人都是你害死的,你这么善良,现在肯定良心难安。 你一定不忍心让他老人家再伤心难过的,对吧? 他圣母的帽子束缚住了他,他哪里会承认自己其实并不善良。 最后在我的忽悠下,他扯着唇,艰难地道,反正我也还没有男朋友,这边赵大纲要是没有意见的话。 我可以先跟他交个朋友,试着先了解下。 临巴临山的本意当然只是敷衍他们,可却架不住赵大纲会脑补。 加上临走前,我趁着临山不注意,偷偷地跟他说了句,我这闺蜜他特别害羞,说是先了解。 其实心里早就认定你了,赵大哥加油。 接下去几天,大概是为了讨临山欢心,赵大纲给他送了些吃的,还有一些化妆品。 我忽悠他,这些都是做给刘春勤看的,于是他就都收下了。 他这一收,让赵大纲彻底地将他当成自己的女朋友了。 可这女朋友,却背着他偷人,本就易怒冲动地他能忍受吗? 我这前后一个多月,精心为他们设下的网,终于可以收了。 没过两天,我便跟临山说自己要出差半个月,为了以后不会被麻烦缠身,这差是我替其他同事去的。 我一离开,急忙打开家里的监控。 许是因为我不在,临山特别地开心,立即便给周胜打了电话。 这两个烂人又搞在一起了。 我先给临山打去电话。 他的手机被我提前调了静音,加上这对狗男女正上头,根本就不会去注意手机。 我连着打了好几个后,又给赵大纲打去电话。 我跟他说,我联系不到临山了,怕他出意外,让他下楼帮我看看他在不在。 我还把放钥匙的位置告诉了他。 赵大纲心思不纯,下楼后甚至都没敲门,直接拿钥匙将门打开了。 当他看到纠缠的两个人时,瞬间爆了,见人,你敢给老子戴绿帽子。 09赵大纲说着便冲进去,抓过周胜,按在地上狂揍。 临山赶紧去拉人,你凭什么打人,赶紧把人放了,不然我要报警了。 赵大纲这会儿早就赤红了眼,见临山居然还维护周胜。 周胜的力气更胜。 他抬手狠狠地甩了临山一巴掌。 你个贱人,都答应做老子的女人了,你还跟他纠缠不清。 临山莫名其妙,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的女人了? 之前,我那是为了你妈的健康着想,忽悠她的。 而且,我那时说的是,我会考虑,我只是考虑而已,你是听不懂人话吗? 我才不是你的女人,不是我的女人,你还收我的东西,收了我的东西,你就是老子的女人。 你个贱人,叫你给我顶嘴,叫你给我戴绿帽子,贱人,贱人。 说完就拉着临山往房间里拖。 他自然是想反抗的,可他的力气哪里敌得过盛怒的赵大纲。 啪啪两巴掌,就让他安静了下来。 周胜见临山被拖到床上,当场气疯了。 完全没考虑自己是不是赵大纲的对手,就冲了进去。 赵大纲也是个狠人,怕临山会跑,先将他敲晕,然后便跟周胜扭打一起。 赵大纲人高马大,手劲又大,小白脸似的周胜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 没几分钟,周胜就被暗头撞墙,失去了意识。 等他们在醒来时,已经被绑住双脚,动弹不得。 大概是知道我短时间内不会回来,赵大纲甚至都没将人绑到楼上去。 正好也方便我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 临山刚清醒,就被赵大纲丢上床。 周胜还想挣扎着去救人,可是刘春琴直接拿着棍子往他身上抽。 不许动,你动一下,我就打一下。 刘春琴下手是真的很。 很快就将周胜给打扶了,缩在角落里,再也不敢说话。 没过多久,赵大纲就从房间里心满意足地出来。 看着临山狼狈的模样,我一点都不觉得同情。 比起上一世活生生被分尸的痛,他这点痛算个屁。 时以前临山曾说过,自己要是被不喜欢的人强迫,宁可去死。 所以,在赵大纲得逞之后,我以为他会寻死觅活。 可刚第二天,这人就好像完全适应的模样。 我便明白,他之前说过的那些忠贞猎女的话,根本就是在放屁。 他让别人死,自己都不会死。 为了不让周胜反抗,赵大纲每天都给他吃药,让他全身无力。 要是有人给他打电话,赵大纲就用刀子抵着他的脖子,让他撒谎。 周胜人员不算好,加上家人都不在这边,所以连这几天都没人发现他被囚禁。 我原本还以为他都要任命接受了。 谁知道这天临山突然对赵大纲说,要把我骗回来,供他玩乐。 你不就是缺个女人吗? 我让我闺蜜回来,让他陪你。 我心里满是愤怒。 即便早就知道临山这人自私自利,冷血无情。 可是听着他毫不留情要将我出卖的话,我还是忍不住愤怒。 果然,这么歹毒的女人,就该让他下地狱。 刘春晴看着他冷冷地倒,有你不就够了吗? 可我那闺蜜还没跟男人上过床,可干净了,更配得上赵大哥呀。 让他回来,然后呢,把你放了,让你去报警。 不会,不会,这你们放心,我们绝对不会去报警的。 只要把我们都放了,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 赵大哥脑子简单,还真有一丝犹豫了。 直接被他妈用力拍了下,疯了吗? 你还真信了他的话,真想去坐牢啊。 鬼才会相信他说的那些话,都是骗你的。 之前不就答应跟你交往,结果转头,就给你戴绿帽子。 刘春晴狠狠地瞪了几眼临山,转头就将他给绑了起来,完全没将他的话听进去。 临山趴在地上,满脸阴郁。 他们自然不会就此当真上肉,一直在想着要怎么样逃走。 刘春晴每天都有睡午觉的习惯。 在他们被绑的第四天,周胜他假装吃了赵大哥给的药片。 等他们母子俩不注意时,直接将药片给吐了。 同时,趁着老太太睡觉,他偷偷拿了小刀去割身上的绳子。 眼见绳子要被割断了,周胜顿时又嚣张了起来。 他对临山说,等我离开了这里,我一定要把赵大哥打成猪头。 这该死的脑残,这次我一定要让他把牢底坐穿。 十一我一瞧,他们居然要跑,这还得了。 于是我赶紧往刘春晴的手机打电话。 这会儿,我庆幸存了刘春晴的电话。 在周胜要跑的前一刻,手机响起。 刘春晴从床上起来,听到动静,赶紧跑了出来。 见周胜已经扯开了绳子,他急了,还想跑,没门。 刘春晴赶紧过去,将人拉住。 周胜身上虽然还有些药效在,但毕竟是男人。 刘春晴很快被他推开,身体直接撞到墙上。 这一幕刚好被进门的赵大哥给看到了。 刘春晴赶紧道,哎哟,儿子,你回来得正好, 赶紧给我教训教训这个该死的憋孙,把我的腰都给撞断了。 赵大哥对别人不好,对他亲妈还是很孝顺的。 见周胜居然打了他妈,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周胜。 赵大哥冲过去,就对着周胜拳打脚踢, 周胜就像是跟纱布似的,一直对甩来甩去。 砰的一声响,周胜的头磕在了桌脚上。 顿时他整个人软了下来,直接瘫软倒地, 后脑勺更是血流不停。 临山费尽力气,将身上的绳子扯下。 结果还没跑成,周胜就出事了。 他看着满是血的周胜,直接愣在当场, 他流了好多血,你们赶紧把人送医吧, 不然他就要死了。 刘春勤也有些犹豫。 他似乎还在考虑,可是赵大哥赤红着眼, 眼底没有半分恐惧, 更多的是暴虐的力气, 他不死,我们就得死。 他瞧了眼刘春勤, 很快对视的两人便达成一致。 临山不是傻子,当即就察觉到了他们眼底的杀意, 他的身体忍不住跟着颤抖了起来。 这时候,刘春勤指着地上的周胜说, 他活着肯定是不行, 可是他死了,也同样很麻烦, 看来我们得回去躲躲了。 然后又看了眼浑身发抖的临山, 问赵大哥,这个累赘你要怎么处理? 大概是这些天已经得到临山的缘故, 赵大哥对他的执念少了, 看他的眼神都透着几分冷漠。 杀了吧, 然后剁了扔下水稻。 他反正没什么亲人, 应该不会太早被发现。 嗯,反正杀一个是杀, 杀两个也是杀, 没什么区别, 那就杀了吧。 临山被刘春勤这话一下, 双腿打颤。 不过为了活命, 他还是立马爬到刘春勤的身边, 抱住了他的腿, 我还是有用的, 我可以给你的儿子生孩子, 我一定好好听话的, 别杀我。 刘春勤看着还有气在的周胜, 突然露出不怀好意的笑, 可是我们又怎么确定, 你真的会站我们这边呢? 这要是我们放过你, 结果你转头去找警察抓我们, 那我们岂不是完了? 除非, 刘春勤话没说完, 但临山显然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十二临山瞳孔色缩, 显然十分意外。 我也被刘春勤的话给震惊到了, 随即感慨, 这老东西可真狠, 明知道他们俩不清不楚, 现在却要他们自相残杀。 不过他这招又很聪明, 若是临山真的动手了, 那他怕是要一辈子受制于他们了。 他们甚至都不用再提防临山会去告发他们, 毕竟他们一旦出事, 临山也得跟着完蛋。 我以为以他俩的感情, 临山应该是不舍得对周胜下手的。 可显然, 我低估了他的自私自利, 在刘春勤跟赵大刚讨论着, 是不是要将他一起解决的时候, 这人竟真的拿过旁边的水果刀, 直接扎进周胜的身体里。 只是他可能太紧张了, 刀子拔出来的时候, 刀尖直接滑到了周胜的脖子。 很快, 腥红的血喷了出来, 周胜抽搐了下, 很快就没了动静。 临山尖叫着, 蹬腿往后爬, 一脸惊恐。 他们就看着周胜的血不断地往外流着。 几分钟后, 胆大的赵大刚去摸下周胜鼻息, 没有任何感情地说了句, 死了。 刘春勤这首诡异地笑了, 人死了, 是你杀的。 临山摇头辩解, 没有, 我没有, 再狡辩也没有用, 就是你弄死的, 我这可都录下来了。 你捅他之前, 他分明还有气的, 是你捅了之后, 才死的。 临山牙齿抖个不停, 我不是故意的, 跟我没有关系。 不管你承不承认, 反正事实都是你杀的他。 这要是真的报警了, 我们最多判个伤害罪, 可比你的杀人罪要轻多了。 你刚才不是想跑吗? 现在我们不拦着你了, 你赶紧跑吧。 刘春勤这话分明存着戏弄, 现在的临山哪里还敢跑, 他甚至还得主动贴上来。 毕竟就像刘春勤说的, 杀人罪可比伤害罪要严重得多。 为了防止尸体发臭, 他们买了个冰柜, 将周胜放了进去。 毕竟闹出人命, 周胜的家人迟早也会发现他不见的事实, 到时候真上门来找他们, 谁也跑不掉。 赵大纲母子虽然没有杀人, 但被警察发现的话, 他们也一样不好过。 而他们对杀人这种事情, 表现得这般平淡, 那是因为他们手上本来就有命案。 这事是我在上辈子, 从他们母子口中听到的。 赵大纲除了将他老婆虐待致死, 在他们老家的时候, 他就买过一个大学生。 赵大纲想让对方给他生孩子, 结果那一大学生却总是想跑, 把赵大纲惹怒了, 最后他直接将人给掐死了。 许是因为之前杀人, 却并未受到惩罚, 所以这两母子才会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。 林山当然不想跟他们走, 可现在的他别无选择, 只是他也不想就这么白白地走。 于是他又一次提到了我, 我把我闺蜜骗回来, 带他一起走。 见赵大纲兴致缺缺, 他又道, 我闺蜜存了一笔钱, 大概有几十万, 你们不想要吗? 而且, 他跟我一样是孤儿, 真拿了他的钱, 根本就不会有人追究。 十三赵大纲终于还是被那几十万打动了, 他赶紧让林山给我打电话。 我缓了好一会, 这才将电话接了起来。 佳佳,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, 我每天一个人都好无聊啊, 我都想你了。 若不是我知道所有的真相, 我还真要被他的声音给骗了。 这林山, 还真的是无耻。 我翻了翻白眼道, 快了, 事情忙得差不多了, 本来是想着晚两天再回去的。 你就别玩了, 我实话跟你说吧, 最近一到晚上, 我总感觉大门外有人在走动。 我很害怕, 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偷要上门, 我真的害怕极了, 你赶紧回来吧。 撒谎这事, 真是林山的特长, 张口就来。 不过, 我还是顺着他的话, 答应了。 只有周胜死是不够的, 其他的恶人也得受到惩罚才行。 这场戏也差不多了, 是时候回去收尾了。 隔天, 我按着计划, 敲响了自己家的门。 很快, 林山打开了门, 看到我他眼底带着几分迫切, 以及幸灾乐祸。 他已在门上, 轻笑, 你还真回来了, 既然回来, 那这次你再也别想走了。 为等我开口, 躲在门口的赵大刚窜出来, 将我拉住。 我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 又挣扎又求救。 林山在一旁笑得开心, 家家, 别反抗了, 你逃不掉的。 大概是见我挣扎得厉害, 他赶紧拿了一块手帕, 要往我的脸上捂。 我猜这手帕里应该放了迷药, 一起下地狱, 谁也别想跑。 看着他猙獰的陌生面孔, 我却笑了, 那倒未必, 该下地狱的是你们。 我忘告诉你们了, 我早就报警了。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, 旁边早就埋伏好的警察冲了出来, 直接将他们三个给抓了。 十四被抓的那刻, 林山整个人都愣住了。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, 他朝着警察哭着道, 警察同志, 救命啊, 他们囚禁了我, 强奸了我, 他们甚至还杀我的朋友。 赵大刚大声咆哮, 放屁, 人明明是你杀的, 跟我们没关系。 林山不理他, 只是哭着对我道, 家家, 他们把周盛杀了, 还逼着我将你叫回来。 我对不起你, 我不该让你差点陷入危险的境地。 还好你把警察叫来了, 不然, 你要是真的发生点什么事的话, 我怕是都没法原谅我自己。 若不是早就知道他恶毒的一面, 我怕是真的要被他的话给骗到。 林山突然这样, 大概是还以为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, 将所有的错都推到赵大刚母子身上, 借此逃脱杀周盛的罪名。 可我又怎么能让他得逞呢? 我只要想到上一世, 他们这对狗男女为了害死我做的事, 我就恨不得让他们也尝尝我的受的苦。 我绝不可能让林山逃脱。 于是, 在他一番假模假样的哭诉后, 我轻声对他说, 你猜, 我为什么会报警? 我的视线从摄像头的位置扫过。 林山像是一瞬间, 什么都明白了, 双眼通红, 你装了监控。 他猛然抓住我, 开始质问, 什么时候, 你都看到了什么? 林家, 你这个贱人, 你为什么要装监控? 你怎么敢装监控的? 不用我说, 林山就明白, 他做的所有事都被拍到了, 铁证如山。 林山一边发疯, 一边又开始喊冤, 说自己是被迫的。 但警察并没理会他, 直接给他铐上了手铐。 在被拖出去时, 林山大概是明白自己这次怕是逃不掉了, 于是他便再无顾忌, 对我破口大骂。 林家, 都是你这贱人, 婊子。 都是你, 要不是你非要让我住过来,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 都是你, 都是你。 林家, 你个害人精, 都是你害的我。 林山的骂声响彻整个楼道。 很快, 赵大纲母子行径恶劣, 恕罪并罚, 被判了死刑。 林山因为误杀, 被判了七年。 结果, 就在被判刑的当晚, 警察打来电话通知我, 说是林山疯了。 他在不小心撞到头之后, 这人就疯了。 这嘴里不停念着说, 我本来该死的, 为什么没死, 我该去死的。 还说周胜不该死, 他会跟周胜过得很幸福。 我十分惊讶, 上一世, 他跟周胜就过得挺幸福。 所以, 这人也重生了。 只是可惜啊, 他重生的不是时候, 这辈子, 他注定要为自己上辈子的歹毒, 付出惨痛的代价。 我拒绝了他要跟我见面的请求。 我换了工作, 去了新城市。 这一次, 我一定让自己幸福地活下去。